南投县议会议今日召开第二十届第四次定期会 第二审查会各单位工作业务报告及检讨议程中 县议院吴国昌、林芳瑜及张秀之 针对警察局相关业务提供建言 吴国昌议员表示 近日来许多的详情反映 警员执情态度不佳问题 他也提议在远警教育训练中纳入 针对执情话术及态度来改善 避免民众对于远警的观感不佳 折承我们信任库这个方便 是不是信任库在这个库庭里面 对我们的执情态度 对我们的话术 是不是有纳入这个困难的库庭 现在年轻人当然 也很难沟通的 因为我执法 我就是没有违法 我就是执行我的业务 这并没有违法 不过就让民众感觉就是说 因为你要跟他们开到大 有的人让他们开到 也笑笑吃送 有的人是说 我开没关系 我又去到那里 所以这点 请教我们的吴局长 是不是能够再加强 似乎还有空间 先议员林芳瑜表示 科技执法确实嚇阻民众违规 保障用路安全 但根据资料显示 普里镇中山路与达城路路口的科技执法 今年一到九月份举发案件多达一万多件 林医员也希望陷阱局说明缘由 并且针对民众易违规行为 加强宣道 在这里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普里镇中山路三段跟大城路的这个路口 他一至九月的这个取缔数蛮高的 一万零两零二十七件 那么这个路口有什么特殊的设置 还是说我们宣导不足 有宣导不足或者是有隐藏的设备 显示 所以我们的这个取缔案件会这么高 县院张修志表示 根据统计科技执法之后 交通违规案件较去年有明显的减少 而这也显示科技执法发挥效用 但因为部分民众对于交通法规不了解 导致受罚 希望县警局加强宣导 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嫌疑员吴国昌 林芳宇以及张修志 纷纷针对陷阱局相关业务提出建议 期盼陷阱局参考改善 共同守护民众的安全 记者 纯纬一 蓝图县议会采访报道